多謝兩位教授給我一個機會在這裡宣傳這個五區公投 這個很明顯是宣傳 其實今天我們有兩個活動 一個是5點至7點在石潔尾的地鐵站門 放在街站 放單張 然後街頭燕鋼 另一個就是這裡 我選擇來科大這裡 因為街站我們每天都放了 因為我很希望可以跟年輕的朋友去解釋 說明我們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當然 關於五區公投運動的背景 在我們發給大家的文宣裡已經有了 我就不會再審美再說 我們其實在2009年的7月 開始提議搞五區公投 當時我們的說詞就是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 爭取2012相暴選 我們覺得在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裡 特別是自從2007年人大常委會 在2007年的年底的決定 將我們香港人對2012相暴選 那個希望徹底粉碎之後 我覺得繼續用回民主派 特別是以民主黨為主流的這個民主派 過去那種爭取民主的方式已經是無效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採取一些相對 被認為比較激進的主張 希望可以讓香港人通過一次補選 實行一個變相公投 體現直接民主 用一個投票箱入一張選票下去 表達自己對這個民主的訴求 其實這些建議我們在2003年開始已經提及了 當時23條立法的時候 我們已經提及了 不是今天才講的 在所有我們的文宣裡都有提及的 我們今天派給大家一份 一份《五區公投》的漫畫 那個漫畫主要是根據我們去年9月中 社民聯發表的政治說帖 《全民兩環幾次》的一本書 我們印了十萬本 幾乎全部派了 我們是唯一一個政黨 是喜歡搞文宣的 而且一定是白紙黑時的 無謂被這些人抽我後腿 等於我們說什麼A對B對的 其實我們在書帖搞到終於說了 不過有些人驚為天人 因為現在才發明的 其實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從政的人物 整個回體也好 他們是不讀書的 他們不會看文件的 只要拿過就算 記者問你問題 就是在這裡抽水 找一些可以見報 拿一些生病 等等 他們不是去深入研究 那個問題的背景 或者這個議題提出 究竟影響的範圍是什麼 沒有這些水平 因為香港的報紙 不需要有這些水平的報道 來評論 那裡拿名 你們久而久之看完這些報道 就死得了 所以寧願上網 上YouTube看我們扔鞋 扔招 好得多 至少有些官能的刺激 幫助你思考 最近扔同經年那個 又是世民年的 對吧 所以他一定 一定入我數 一定入我數 但是 但是我們的官員 或者我們整個主流媒體 或者我們那些當權的人 跟我們的年輕人 完全是藍然分析的 大哥 喂 我扔你的鞋 你一定要問 為什麼你扔我呢 是不是 扔鞋的背景是什麼 不是 走出來 我們都很尊重 年輕人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香港多元化社會 是可以兼容被包的 不過要用理性的方式 理性的手段 互相包容 包什麼 大哥 你控制那個政府機器 我是最無力的那個 我除了扔你 你以後還想什麼可以做呢 是吧 你要問一下那個小孩 為什麼扔你 那你經常跟小孩 說這些話 不是說了等於 就是浪費 沒有人會聽你說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 整個媒體 整個主流 政治的主流陣營 都是這樣的 不要得罪權貴 不要得罪爺 最重要是和諧 是吧 所以我們不停說 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不是爭議的消失 而是公義的彰顯 這個是馬丁路德這樣說的 幾十年前 幾有智慧 和諧社會 不是這樣解 大哥 每個人都聽說 你叫和諧 是吧 所以審問年 當然不做和諧 審問年 當然是搞事 這個是當然的 是吧 如果沒有審問年 你怎麼突顯到 那些 終極普選大聯盟 那個可貴的地方 現在幫你改了個名 叫做終極普選大聯盟 我早就改了個名 叫做終極投共大聯盟 兩個都對的了 老實說 雖不仲不軟的 是吧 就是我們 不要說那些自然權利說 與生俱來 天父人權 不要說這些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中英聯合聲明》寫得很清楚 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 日治港 《基本法》有明文規定的 第四十五條 行政長官最終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 《基本法》都講明 香港的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的 為什麼你循序漸退呢 然後你循序漸退 又告訴我現在是循序漸進 是吧 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時候 大家的訴求很清楚的嗎 我們要董建華下台 因為他不是我選他出來的 跟著整個沙士搞到雞毛鴨血 死了299人欠一個 應該找董建華臭數就剛剛三八 是吧 跟著二十三條又要立法 煽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他就是劉曉波現在的那條罪啊 哥哥仔 十一年了 那時候我們抗拒有沒有理會 當然有理會 當然不讓你過得 所以我試過有一次 和國安局長葉劉淑儀在香港大學辯論的時候 我拿了一本 黃毓民 1997年10月10日出版的 《癲狗》 《瘋狗刊》封面的標題是什麼呢 封面是一幅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要測試特區 回歸了之後 你可不可以繼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這是言論自由的層次 弄了一面國旗在這裏 然後國旗的標題 封面的標題叫做 《國民黨不舉》 《黃毓民扯旗》 我問葉劉淑儀 我問葉劉淑儀 局長 請問這個是不是煽動的刊文呢 他說 你這些那麼卑劣低座 什麼低月 那麼便宜的那些 即是說我 Bad taste 我說局長 你心邪了 國民黨不舉 即是國民黨九七之後 不在香港舉起 他指正演白一旗 所以黃毓民幫他扯旗 是不是 局長你想到哪裏去 你想到哪裏去 這些是我們原本有的東西 原本有的權利 你有什麼理由 回歸了之後 要剝奪我這些權利 那你為了回歸那些人 反應沒那麼強烈 你就不剝奪我的權利 保持我們原有的權利 所以司法獨立 財政獨立 雖然派駐軍 但是軍費是中央給的 很多這樣的事情 公務員的條件 即是九七前和九七後 沒有改變 所以現在九七後 公務員送兒子去英國讀書 一樣是政府給錢 但是送去大陸讀書 就要自己採錢 這些就是保留公務員的條件 然後那些愛國人士 就在那裏慘叫 有什麼搞錯 去英國讀書 我們給錢 真的現在是這樣 又要保留公務員的權利 基本的條件不變 在政制發展裏 基本法說得很清楚 我們都沒有理由去谷解它 如果不是 2004年人大就不會成法 當我們爭取 2007、2008雙普選的時候 人大就在2004年的 第一、第二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他沒有講第三屆 現在《基本法》附件一、二 講得很清楚 如果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需要修改 一定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然後人大常委會批准 至於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 如需修改 一定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然後人大常委會被害 喂 避案和批准是否不同 就是說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如需修改 各個三關比較艱難些 尤其是最後一關 你要人大常委會批准 那麼他這個說法也沒有錯 因為行政長官的任命權在中央 是不是 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 如需修改 只要你香港搞定就可以了 人大常委會只是避案 避案是什麼 英文很簡單 for reference 不是approve 是不是 他現在不是 不是 兩樣都要被批准 我現在變成了 人大釋法之後 多過分 喂 這些是否事實 這些是否道理 那些傢伙沒有夠夠我爭 你知道嗎 那些傢伙 凡是有我的地方 他不會來的 因為他不夠我爭 他說來講 他就搬到爺爺那裡出來說 那你搬到爺爺那裡出來說 那你搬到爺爺那裡出來說 為何我爭吵了你 就浪費氣 讓我羞辱 反正我沒有我那麼快 說話就沒有我那麼快 對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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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